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艺人是幸福 是万人追捧 然而在他们背后 却也有着各种心酸跟说不出的苦楚 今天讲到的主人公洪瑞湘在一身光环下 却以残忍的方式断送了自己鲜活的生命 洪瑞湘1968年出生在台北 是个拥有客家血统的女孩 父母还给她生了两个妹妹 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受宠 在很小的时候 她就对音乐着迷 学生时期也不放弃学习音乐 跟其他人相比 她身上还带着一丝对音乐的天赋 虽然家境一般 但在母亲眼中 这个女儿就是自己的一切 所有她想要的都会给她 而她也没有让母亲失望 在毕业后成功加入了台北爱乐合唱团 在合唱团中 她经常私下向老师请教问题 这样的好习惯 她坚持了一年多 嗓音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不止自己喜欢音乐 她还要把音乐带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她的音乐 刚进合唱团的那几年 她没什么名气 也没有什么经验 常常跟团中的人以二重唱的行事 在各大餐厅助唱 一步一个脚印走着 上天总是在眷顾这个虫儿 虽不是含苞待放的年纪才被发现 但对于洪瑞香来说 只要把握住每次表演的机会 她就心满意足了 1995年 因为长相交好 她被一个剧场选中 参与演出了音乐剧 这对于从来没有过真正主演过 任何一场舞台剧的她来说 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她感受到更多的是新鲜与好奇 如果你问她紧张吗 肯定会紧张啊 在偌大的舞台上 动员200多名幕后一级工作人员 只为让身为主演的她 成功演完这场音乐剧 做就要做好 一腔热血成就了她 该剧的播出被媒体评价为 舞台剧制作之罪 之后她便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在各大奖项中狂烂大奖 在四月旺宇 隔壁庆家 渭水春风等音乐剧中 崭露头角 在剧中 她演活了蒋渭水的 如夫人陈田女士 受到了观众的热爱和赞赏 一时鸣声大噪 一举成名 此后 她更是跟随乐团 去到了其他的国家 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有一次她被邀请到美国参加演出 此次活动就是致命的 亚特兰大国际合唱音乐节 在合唱结束之后的独唱环节中 她的异曲高歌 让外国人肃然起敬 天籁般的嗓子 深厚的唱功 以及精彩的演绎 让全场听众起力鼓掌 她凭借自己 娇好甜美的外形 超凡脱俗的气质 能歌善舞 动静皆宜 演艺经历丰富等特点 被人们尊称为音乐剧 百变天后 也有人称她为音乐剧首席女灵 很多人都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盛产美女 许多影评中的女明星 都让观众印象深刻 而洪瑞湘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位美女 或许就是因为 具备演员的外表和出众的气质 使得她在2001年的时候 被邀约拍戏 正式进入演艺圈 她参演的第一部作品是 《勇真情回味》 并在其中饰演女主角林月珠 随后又陆续出演了 《娘家》 《女三的婚事》等电视剧 并演唱了多部 《大爱电视剧》的主题曲 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也因为在电视剧中的表现突出 她后来还被客家电视 邀请出演《女人家》 并以此剧 入围金钟奖电视电影 迷你剧集最佳女主角奖 对于一个歌手来说 能够在影视剧方面 取得这样的成绩 实属不易 事业上 她可以说是个非常成功的女子 然而在感情上 她却有着诸多的不顺 其实早在成名初期 她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与一名导演结了婚 那时候正是她的事业上升期 不想就此放下事业 做一位全职太太的她 便是一边忙事业 一边照顾家庭 事业跟家庭往往不能兼得 虽然刚结婚时 丈夫也支持她做自己的事情 但时间久了 难免心生嫌隙 再加上结婚多年 她一直没有生下孩子 最终 这段婚姻走向了终点 告别失败婚姻的她 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 反而在事业上 更加的大方光彩 后来参演拍摄连续剧时 还认识了新男友 两人因戏生情 却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说来 洪瑞香也是比较听话的孩子 那时候母亲也会催她 有合适的就成家 早点生个娃娃 年纪也不小了 事业虽然重要 家庭也得考虑 谁也不曾想到 这个敬业认真 个性爽朗的人 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12年3月 警方巡逻时怀疑 在公路上停滞的汽车内 疑似有人轻声 靠近后发现车内有一名女子 便立即撬开了车上的玻璃 但女子已经将死 由于车内是密封死的 女子的身体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斑点 经过搜索 发现车内的证件显示 死者就是曾演出过许多音乐剧 舞台剧和电视剧的女演员 洪瑞香 之后 警方联系到洪瑞香的家属 据了解 洪瑞香在两天前还出席了通告 洪瑞香在看到女儿遗体的那一刻 依旧不敢置信 警方调查后发现 洪瑞香在离开林口住处后 就再也没有与家人联系 家人于次日报警 过后 她的男友在住处附近找人 隔天晚间 在公园路路旁发现了她的车子 这才看到女友在车内身亡 新北市消防局接获报案指 林口区公园路92号前 停放着一辆白色喜美轿车 车内更疑似有女子轻生 消防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抢救 打破车窗 发现一名中年女子已经沉室在车内 但脸色尚未发黑 分析死亡时间不长 从车内情况看来 没有打斗或争执过的痕迹 洪瑞香身上也没有明显外伤 车内更发现烧炭盆 由此得到结论 洪瑞香是自己轻生的 从她离开这两天的停车 缴费单记录中推测 她在离开公司后 独自开车买了木炭和火盆 没有勇气开车回家 而是封死了自己的车窗 点燃了最后的炭火 这个女人到底是对世间有多绝望 才以此断送了自己最后的路 她的死令其男友林洪祥很是懊悔 因为这一切都是有预兆的 在出事前 她曾亲口跟男友说 自己压力大 身为男友的她以为女友只是抱怨一下 最近的工作而已 并未想很多 也没有去更多的安慰女友 如果当时多几分关心 是不是就没有现在这个不能回头的结局呢 当时多体谅一下女友的情绪 会不会那个爽朗的人 就不会这么决绝地离开了 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她预谋许久 最后痛心做出的决定 在她的家中 更是发现了她留下的遗书 这个表面上什么事情都没有的女人 其实把心事都藏在了内心深处 从遗书上看 更是断定了洪瑞香轻生的预谋 一共三封遗书 分别是给妈妈跟她的两个妹妹 给妈妈的那封写着 对不起母亲的养育之恩 并表示自己太累了 要先离开陪爸爸 而给妹妹的 则是希望妹妹带她尽孝 以及交代了自己的所有存款跟保险 要求自己的后事一切从简 她的好友吴鹏凤得知消息后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真的惊吓到嘴巴15分钟忘了合回去 洪瑞香 我们不是十多天前 采用很真诚很热情的眼神对彼此说 我们没合作过舞台剧 来合作一次一定很有意思吗 怎么突然走了 与洪瑞香接触过的人 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演员 都认为她是一个敬业认真 个性爽朗的人 她的一生可以说是每一步都踏实稳定地走着 24岁开始音乐剧生涯 一直到去世已经功成名就 在演戏方面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根本看不出她会选择庆生 网友得知消息后 也纷纷在她的社交账号上留言 一直都很喜欢看你在大爱戏场的演出 还有好听的歌声 那么自然亲切地教化人心 走这条路可能是心理由解打不开吧 愿你一路好走 阿弥陀佛 听到这样的消息 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也许你有什么苦衷 希望你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绽放光彩 所有的离开都变成了悄无声息 红瑞香选择踏上死亡道路的那一刻 是对这世间的绝望 希望天堂的她无痛无难 她的离去在娱乐圈中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很多艺人都感同身受地表示 自己在工作和事业中 也有许多的压力 甚至娱乐圈外的观众们 也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 但是纵使生活即便再辛苦 大家还是应该积极地面对 开心的生活 引用诗人汪国珍的一句诗 没有比较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只要人在 希望在 一切都在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